各位觀眾大家好,歡迎收看我們的直播環節 家庭觀眾的任何問題可以隨時打給我們 身邊嘉賓輪到郭Sir和我們聊天,郭Sir早安 早安 我們電話和電郵更多,麻煩阿Sir回答快一點 第一位的朋友,我們博通了林小姐 是 早安,林小姐 上海電器跌近2% 去到8.51的位置 早前有個顯著的升浪 現在回落一點,有沒有買貨 事實上內地的2727,A股是23.9元 相當於港幣30-31元 即是8.5元而言,香港這邊的H股 折氧70% 一個星期來的都是6.7元 其實初失低級比較可惜 不過沒辦法 現在A股的價格這麼高 而且未來北水南下追一些 A股差價比較明顯的H股 其實可能會越來越多 抽高了再下手比較難 不過沒辦法 錯失低級 現在唯有分轉慢慢買 今天股市有少少反覆 4727的股價跌至8.48元 但始終有A股差價問題 未必會跌得太深 如果想買一萬股 我覺得分兩轉或三轉慢慢買 其實現在這個價格 不介意的 已經可以買少少來搜門口 好的 多謝了,林小姐電話查詢 下一位朋友黃先生 你好 想問一號長和 是 168元 徐静之前買了 是 現在怎樣處理呢 現在的價位能否買入呢 好,已經有場地了 長和方面 除淨之後 股價就升3%上來 到122.3元 怎樣部署呢 阿Sir 都仍然繼續持有 我仍然會繼續推介 160多也好 170多買的那些 已經是收到場地了 因為除淨了 剩下現在的長和 就要看它本身的基本因素了 撇除了地產方面 其實往後 很可能會有一個資產重股 包括港口業務 能源 酒店 基建 零售 最重要就是 電信業務 粒粒都是天王巨星 其實我自己看最值錢的 應該是零售 和電信業務 無論怎樣都好 要買的 睡著慢慢再買 沒有相關 我仍然還是看好 好,知道 希望可以幫到你 黃先生電話 下一位呢 陳小姐在這裡 你好 早晨 陳小姐 想問什麼股份 早晨 是 兩位你好 我想問717現價好不可以買人 717是英王證券的 5個假日後會隨正 暫時股價向下跌超過4% 去到1.74元的位置 之前有個配股消息 他說折用1.3元 大幅牌回來後 看到股價有個追捧 暫時又怎樣佈住公司 後市最盛的情況 看看集資淨壓 是14.7400萬 用來發展證券業務 其實我對證券業務的前景 我還是看得好 不過這次過半人錢的配股 亦可留作參考 即是股價的下跌 估計不會跌得太多 如果買來炒就難說 因為市現在比較反覆 但如果你看好證券業的前景 深廣通香港這邊有3千億 3.5、4千億的成交 券商一定賺很多錢 那我不反對 你就分階段慢慢買 由2元左緊的水平 跌到現在的水平 已經跌了十幾% 如果要買 現在最低限度都要買第一柱 分家就慢慢買 不要用來做短炒 問題不大 OK 多謝這位朋友的電話查詢 我們之後要輪到 看看電郵方面的情況 這位陳先生問兩隻股份 第一問中海外688 他說在31.2度有一柱 現在想加住 怎樣部署回來的走勢 打算是中線的 31元才買 有些少少就遲了 因為我們推介的時間 十幾元 不要說 二十幾元一路多次推介 你去到34.9日半 回到31元 其實基於你可能會有10% 貪便宜買 不過不要緊 這麼多隻來房 最好的都是688中國海外 只不過買的時機不對 那麥姑無論如何 既然作一個中線部署 暫時不用理會 這兩天的市場反覆 6月初可能市場會有少少難明 因為香港還有政改問題 會令到有些資金入市態度 或者會有少少卻步的感覺 28.3毛半是一個星期的低位 這個防守性很重要 其實28.3毛半也是一個月的低位 一旦跌穿了可能會深一點 給圖女看已經知道 現在暫時是處於28.3毛半 一個底、兩個底、三個、四個、五個、六個 第六次了 如果跌穿了的話 我想最低限度會試一試 50天線 約27.5元 現在住31元暫時放在這裏 現在先看看28.3個支持是怎樣 跌不穿的 就盡量買一點 無相關 如果跌穿了的話 等低一點消耗再加 好 多謝先 另外就問了就是編號976 齊合天地的股份 郭Sir今天股價有追捧 正在說升1.6元有多 去到高位8.7元的位置 看回家庭觀眾就說 這一隻就開了很久 在6.5元左右 現在怎樣部署 可否趁急升起碼減一半 我想整股了這麼久 突然間急升 可能真的有些比較急的買本去買 是 才會造成的 其實在基本因素方面 我覺得只是一半 相對於一年的低位2.4元 到現在已經升了3倍多 如果說一個月的低位6.59元 到現在也升了接近30% 放下指贊再向上網 因為現在已經逼近一年的高位 其實今天8.7元是創了近年的新高 我覺得現在指贊位放在100元 就看有沒有辦法再進一步上升 如果再升的話 就將指贊位逐步上移 不過現在只賺8元 跌穿8元 賺了算數 好 知道 多謝陳先生的電郵查詢 下一位朋友 在電郵方面 就是張太問回編號261 這隻股份 中建置地 股價來說 今天向號升超過4% 亦都見到高位 8.3元的位置 看看他的情況 黃線藍說 現在可否現價買入中建置地 偏號261 第一 幾個仙的股票 從來都很難預測 你問我可不可以買 當我說可以買的時間 待會跌到6個仙的時間 你又要輸錢 一個仙升到近日的高位 其實來說 直到現在都是幾個仙的股票 有時是很難不明白 現在整個市場已經27000 28000 居然還有先市股 不過這分鐘你去買的話 說錯也錯不完 因為已經創了一年來的新高 目標當然是直至一毫子 無論怎樣都好 先市股 有時下手都要做一些風險管理 因為你不會買2萬股 買10萬股 一般來說買50萬股 或者買1萬股 有時跌起一個線上來 輸贏也挺大的 暫時的技術上 放回去6個仙 不對板就要指示 相對一個禮拜的低位2,900 來到現在 在短短一個禮拜之內 已經升了差不多 接近3倍 高追的當然要做風險管理 好 多謝先 我們之後看下一位朋友 李小姐問三隻股份 第一 2318 6881 2727 2727 剛剛都有提到 我們不多說 先看看評報 2318 118.7 現在回到2% 未有貨 可否現在買呢 因為前日的高位去到125元 是的 不要高了 其實 受險股當中 我看得最好都是評報 況且還有10送10 即等於1送1 往後 A股還是看好的 老實說 而一些金融業務 前景也可以看得比較亮麗 評報除了一些受險業務 還有金融業務 所以如果你買來做短炒 就比較難一點 因為市場現在在高台上有些反覆 但如果你說我作中線的部署 每一朝的急跌 或者每一朝的下跌 也不會多 都應該是一個中線分階段買的機會 你不買的 往後的估計 一抽上去 你就錯實了機會 好像以往那樣 70多 80多 90多 90多 都反覆過了 現在這一分鐘分三轉 慢慢去買 中線部署沒有問題 好 最後看了6881 中共銀行證券 之前來說 其實是前日 創過他們的新高 高位見過是14.12元 一樣 回到一些下來 現在跌3.2% 這隻都沒有貨 好不可以買一些 是否策略也是分轉賣 分轉賣 一個星期的低位是12.98 其實內地的券商大家都看好 加上成交加壓持續高企 融資方面的利息收入也不會少 只不過就是 你一是買 就在擁高的時候去追高 我覺得無謂擁高去追高 不如索性等它反覆調整的時候 在低位分階段慢慢買 問題就是 低位在哪裡 你和我都不知道 相對14.12元到現在為止 已經差不多跌了1元 如果我買1萬股 我就分開 或者3,000、3,000、4,000 慢慢買 減低風險 我覺得問題不大 好 知道 謝謝林小姐的電郵查詢 我們節目時間來到這裡 還有幾條電郵 等到下午的Q&A 再去解答你們的問題 千萬不要走開 另外 郭Sir也做了新報 說了這麼多股份 你有沒有便利炸主 是沒有的 謝謝你 我們休息一會 會有半日總結的環節 不要走開 謝謝 謝謝